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今天 錄影 放映出來是Live 我們一會兒介紹兩位 Kathryn和Kat 大相似一位 Jack Green和Kat 現在這個女明星 Coco 仍然今天出鏡 大家見面 10月4日星期四 晚上11點半 就錄影直播 今天這個題材仍然講回 上次講動物傳心術 上次很多跟朋友說 我們沒有個名字 其實有動物傳心術之二 在推出的時候 有了字幕版的時候 那個名字很清楚 大家看到動物傳心術一和二 小姑娘上次有些朋友 上次覺得很不清楚 究竟為什麼寵物都可以 吃到一些花藥 那究竟是怎樣 今天我們會再講一次 究竟在什麼情況之下 這些都很多種 還有一些例子 跟大家講一下 動物傳心術的概括 還有一些很神奇的故事 先講這個花藥 因為很多朋友問 你說一下 先講一下花藥 花藥英文叫flower essence 雖然叫花藥 但其實它不是藥 它跟我們平日吃的藥 是不一樣的 這個嚴格來說 是一個帶有震盪頻率的水 講完之後 不知道我講什麼 講震盪頻率治療 即透過震盪治療 就是講情緒 都會有一定的震盪頻率 你有沒有試過很害怕的時候會震 會的 身上自動 會的 其實寵物都是一樣的 你會看到它很害怕 吶尿在那裡震盪 是呀會的 其實這一個就是 情緒上的一個波動 而這個波動是來自 它身體裡面的一些震盪頻率 醫生就發現原來植物的震盪頻率 可以調節 所有動物或者人的震盪頻率 這個已經有100年歷史了 最有名的就是 背谷醫師Dr.Barclay 一個英國的醫生 他就出了一個花藥 就叫rescue remedy rescue 就是說拯救 傳統上就是拯救情緒 因為情緒通常 都是有些事 是馬上來的 不是油性的 tossy 那個概念 是 最初是給人吃的 但其實我有十幾年前 我已經跟過一些master上課 其實他們都一樣用寵物信訊 不過他沒有特意開一條line 說明寵物是不同的情緒 是否稀一點還是 沒有關係的 沒有關係的 一樣的 不過他的配方是特別針對 譬如 寵物會遇到的一般情緒 而我們一般 作為主人很容易 遇到 會發現到 寵物是有這類型的情緒 剛才說的 震盪療法 就是透過震盪頻率 那怎樣震盪頻率可以調節到呢 那製造方法又怎樣呢 這個DTW的花藥 就是一個加拿大醫生 叫Dr.Terry Villit 他在加拿大做這個教授 教草藥的 他也拿了license 全世界拿植物回到加拿大 他也不需要再加拿大醫生 他也不需要再加拿大醫生 就不需要再加拿大醫生 他甚至有些花是去西藏找的 是嗎 其中有一個給人吃的 就是令到我們年輕的 叫Acheless 去拿了一個西藏的回春花 走那麼厲害 是啊 只有西藏才會 因為人那個人是很神奇 我們五次講 那寵物方面 就透過這個震盪療法 就可以調節我們的情緒 人也可以 人也可以 情緒也可以 對 但是他就針對寵物 他就有分了四個種類 第一個就是一般老狗 Power charge 不是這些 這是BB狗 這是眼睛 是啊 四個月的BB狗 那如果是BB的話 通常就是什麼呢 就是很興奮 他不是很正常 亢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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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紀大的人可能是老人 對 是呀 和人一樣 又有白內障 又有耳龍 又有老人痴呆 什麼都跟人一樣 我這貓都有白內障 年紀大了十四個 每個都有的 各個都有的 是啊 那這兩類比較典型 就是年紀大和年紀小 另外一個更典型的就是 有情緒問題 就是 心傷 即是 心受的創傷 是啊 那寵物怎麼受的心理創傷呢 譬如是被主人打 嗯 或者他在Breader那裡被受虐待 是 被圍棄 上一集我們說過那一隻 是啊 那他從來都沒有感受到愛 還有 他可能本來感受到愛 突然間沒有了 是啊 是啊 其實可能是被圍棄 可能主人離世 有很多原因 會不會那個 那個 物主呢 本來的物主呢 就 他是個Breader來的 嗯 然後他買了他 買了他 離開那個 媽媽 既的主人 媽媽 而新的房子 可能接受不到生 或者未認住 其實都會的 在寵物世界裡面 很多時候 他只會認一個主人 是啊 是啊 他不會再認另一個主人 是啊 其實 第二個主人都是後補的 後補 所以第一個主人是很重要的 但是 其實很多在Breader那裡 他都沒有認到那個是主人 因為他都沒有這麼多時間去照顧他 經常都沒有落地 經常都是一個籠 是啊 所以 真正是 給那隻狗 好貓 或者寵物 去認定這個主人 要有時間去交往 是啊 要有交往的 那當寵物呢 在香港 全世界遇到最多的問題 就是一些心理問題 醫生都搞不定 因為心理問題 可能會導致一些行為失常 例如咬人 是的 或者是肺 暖的肺 或者是你一不在家 就把你整個屋的東西 炒亂 是啊 自己開櫃桶 又變得聰明 開門 是 好像我的狗 抑鬱 因為 沒有笑過 因為你的狗 你沒有採牠嗎 不是 而是牠 上次說過 因為我的狗是領養回來的 哦 我明白 然後牠又盲了 是啊 陰功 是啊 所以變成了 其實牠從來沒有笑過 是啊 慘了 永遠都在那個地方 有些狗 因為牠 以前的環境就沒有這麼多狗 嗯 現在來到新的家 有妒忌 有妒忌 有個alpha wolf 是啊 還有有些就是生小朋友 就是家裡有小朋友 不是有人的小朋友 而那些大人 就對那隻狗 或者那隻貓 就忽視了牠 哦 還有很多時候 大人有一個很喜歡做的動作就是 捧開牠 譬如可能那隻狗 去跟那個寶寶玩 對呀 就說牠不動 這樣 又或者怕牠 什麼皮皮皮膚敏感 什麼呼吸系統敏感 貓毛 很危險啊 嗯 很多時候 那個父母 或者是 狗的爸爸媽媽 可能未必這樣做 但是爺爺媽媽會這樣做 會的 是不是 你不會24小時看著小朋友 很多時候 有女人家看小朋友的時候 那些寵物上床 會被人打 打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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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情況 其實對那隻寵物來說 牠會有一種恐懼 第一點 牠會受到創傷 還有 牠對於新的小主人 會有窮拒 是啊 是啊 因為我碰牠 我本來是很容易的 是啊 我原來這樣做就會有 反面的東西 出現了 我們有時候有個孫子剛出生 第一天抱牠回來 就在廳裡 吊了那些三隻狗 出來逐隻狗 給他介紹 這個呢 是新的孫子來的 是我們的孫子來的 那隻狗呢 就想去抓牠 抓牠 接著有另一隻 因為動物的禮儀就是這樣 是嗎 聞屁屁啊 舌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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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舌 問過牠了 那我們就放心 因為牠不當牠是外人 是 不當牠是外人 是 知道是大姐姐的女兒 的兒子 是啊 那牠以後呢 就叫牠去保護牠 那牠的狗 不知道為什麼牠會懂聽 那牠會懂聽 我們在上站講 是啊 動物傳心屬 但牠都是中文來的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我們那個頻率 因為其實動物傳心屬 為什麼動物不需要學動物傳心屬 因為其實人和動物一流都是有這樣的連結 但是其實 因為人自小就給了很多人的想法 去教育啊 思想啊那些 所以我們要重新再學 怎樣去和動物混合 那有個問題 就是呢 如果我在中國就講中國話 在廣州就講廣州話 在英國就講英文 在加拿大也講英文 那牠是不是一定要跟回那個地方的語言呢 你教牠呢 其實要看一下是什麼 因為其實在心靈層面 或者我們在一些心靈感應 心靈感應是沒有語言的 是的 譬如說 上次講過 海外有哪個朋友有什麼 你肯定是有個心靈感應 那些是不需要語言的 那些是不需要語言的 是感應的 是的 即是一些感覺上的東西 它會投射給你 所以變了其實 無論跟任何我們所謂的靈界 動物 這些能量上的交流 不是用語言 我們人身體是用語言 但是我們的潛意識的語言 就是符號和感覺 哦 那所以呢 那些狗呢 如果命令給 command 譬如是要他 sit 要他 walk 或者要他拿東西來 那可能是英文 那牠聽慣了 牠知道 sit 是的 再講唐文牠未必懂 嗯 但是呢 要訓練 是的 我家裡的三個狗呢 唐文、英文都懂的 都知道牠在講什麼 是啊 我以前Kitty都是 很厲害 很厲害 語言比我 因為其實牠收的訊息 不單止是語言 嗯 而是你的主人 或者你對一個 和寵物講話的那個人 牠已經是有那個訊息 有那個訊息 其實牠已經是收那個訊息 哦 收我的訊息 不是單純你的口說 所以一會兒我舉個例子 是很神奇 我現在開始明白了 好了 繼續 剛才說 最重要 最多人 其實在香港來找我們的 都是汪永客 就是這個溫暖心房的花藥 那這個溫暖心房呢 就可以處理到很多 比如咬 咬 咬東西 還有呢 有一種焦淚症 分離焦淚症 對 對 那個主人一出門口 我最近有個朋友 他都是做寵物界的 一些人士來的 那他的狗呢 就跟牠的 他一上班就肥 又廢 一直都廢 搞到 失 bor人家 總之上昆 started 開店 就不禁了 對了 所以我不喜歡 這樣就會搞她不行 你這樣廢的話 Sterling會 Cars 不知為何 原來她走 她就怕牠走 Thunder 即是狗怕你主人離開 我們透過寵物傳心跟狗狗溝通 第二點是因為牠害怕 即是有恐懼 所以就給牠吃了 即是那隻甘暖心鳳 即是那種恐懼 怕被人遺棄 怕你不疼我 那牠定心軟 所以我的狗從來不笑 被牠搞到笑 定心軟 牠吃了幾天就很神奇 牠每一天 寵物傳心跟牠說 你要告訴牠 我現在上班 我今晚就會回來 你要跟牠溝通 因為牠覺得你不需要牠 因為牠害怕 人給動物的訊息 不需要任何技術 就這樣想 都可以 但是你去收牠的訊息 你就是要靠動物傳心訊 因為反而我們人類 不清晰 太多資訊 寵物的世界只有你 只有一個主人 只有政府相送 很適合的 牠跟我的心相通就可以了 對 這樣 其他人 你跟牠不太熟 你會相通不到 一點點的 是可以的 有些寵物 一看到你 可能我相信 Coco和你都應該相通到 一看到你那人不喜歡你 對不對 那 當你願意溝通 其實就好像 我形容為電台頻道一樣 嗯 就是你扭對的頻道 聽東西清楚 你便直接去到純粹 好 其實在這個大氣電波裏面 有很多很多頻道 你可以聽雙台 可以聽港台 可以聽新星 是吧 港台都有這麼多個台 我聽哪個台呢 我只要調適 我要聽那個台 我便聽到那個台 我都沒有調到那個台 哪個時候一定要做 對 其實現在大氣電波 有很多人在說話 不過我們不會聽到 因為我們沒有調到那個台 沒有調到那個台 對 第一點 第二點是工具 即是說如果我們要聽心機 即我要有心經 我才能接收到這個大氣電波的資訊 我們的工具是甚麼呢 就是我們有沒有用到這個他心通 或者我們有沒有用到我們想那個connection 我們想不想接收這個信息 那個工具就是你的意願 其實 你的意願 是願意跟你的寵物交通的 或者是跟其他人類很寵物很交通的話 你便接到頻道 那你有這個基本的基礎 你才能收到信息 那你怎麼知道呢 那你會知道 你突然覺得有所謂的第六感 好像覺得有些這樣的東西 那你會好像有些訊息 有些話 你檢查到的 那你會問 其實呢 說真的 你問我今天 那天的答案準不準 我可以今天告訴你 我做了十幾十年都不知道 但是怎樣知道準不準呢 那些主人會回到我的 我們上一站溝通 所以其實原來我對我來說是一些很無聊 很瑣碎的訊息 主人告訴我 是說對了 那我才知道自己說對了 ok 很多時候呢 你不能夠立刻確實 和你還不懂得說話 但是這個問題 我經常都說 這個問題是解不解決到 如果你用這個方法 你調了這個頻 收到這個訊息 你的相對的行為 去回應他的所求的話 那個問題解決了 那就真的ok了 就ok了 就不要衝動 就是你最重要的問題 有沒有解決 那很多時候呢 就是你有沒有細心去看 其實寵物 他不懂得跟你說 他只可以廢 他廢你 你不理他 廢是不是一種語言來的 廢都是一個 廢是一個表達來的 是一個資訊來的 一個表達 他廢當然有原因廢 他軌 其實是一定有原因入 譬如說他要互食 即是所謂 他們有時不讓人走過去 在吃東西的時候 是的 或者不讓人走過去 那些叫互食行為 那互食行為 那互食行為 為什麼會互食 即狗互食就是天性 因為其實我們要知道 哪些行為是天性 哪些行為 其實他不是天性 但是他做了出來 後天的 是的 譬如說 他一吃東西的時候 他就會打你了 全身邊的狗 或者人 也好 其實他是天性 但是為什麼他會 這麼大反應呢 一定有個原因 好的 憤怨員 就會找到這個原因 好的動物傳心師 也會找到不同的原因 嗯 我明白 是的 所以我說 跟狗的全消息 全你的信息 很神奇 是完全出於愛 以及你是不是真的有心 因為這個運作 剛才Cank都說得很清楚 其實真的 到底是怎樣可以做到的呢 其實是靠我們每個人 都有DNA 有的 每個人都有DNA 其實DNA 上次講過是一個接收信息 是發放信息的儀器 就是在這個溝通上來講 是靠這些 還有上次我講過的量子 去做到這件事 今天科學家已經是發掘到的原因出來 但是一直都要做很多不同的實驗 是的 所以其實DNA是很重要的 它全部靠這件事 是的 還有我也想分享一下 其實科學家究竟做了什麼DNA實驗 很有趣的 是的 在外國其實一流以來 都有不同的科學家做了 他們用雷射光 雷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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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們就嘗試改變一些DNA 一些很簡單的方法 雷射光 譬如說 我有一隻榮原 一隻榮原蛋 但是原來 它將一隻鴨放在榮原蛋那裡 生出來的 有差不多八成是扁嘴的 兩成是有撲的 整隻鴨養出來 這樣 所以變成了 其實很有趣 因為它只不過是把雷射光 射在鴨 射在蛋那裡 但是 敷出來的 竟然有 另外那隻動物的影子 是嗎? 是嗎? 永遠是甚麼 永遠是那些 冷血動物 那些蜥蜴子 但是它又不蜥蜴子 四腳爬爬爬兩棲動物 是嗎? 是的 或者是雞 雞也有人試過 雞生鴨嘴 是的 就是用這個鴨射 就是把其他動物的形象 射到鼻孵的蛋身上 所以其實就是 原來發現DNA 第一個存在 第二 原來那個功用 如果這個理論是成立的話 換言之 我們通過一個全新的方法 然後把這個訊息 再給對方其他物種 沒有 其實是有可行的 嗯 那這個呢 在人類那裏不行 人類不行 就是用一個雷射 射到人褲的肚子那裏 那裏 那就不行 那又不行 那又不行 人類可能會這樣做 我以為都不可以這樣做 是呀 蛋就可以 蛋可以 現在全部是雞啊 鳥啊 那些全部都可以 蛇可以 蛇可以 有些是盾生 是的 我明白 是的 所以變得是有趣的 其實一直在做這些實驗 那些人經常覺得 蛋默全身有V1 其實現在一點都不V1 嗯 其實量子物理學都已經不是一個新科學 是的 量子物理學就是 有成六十幾年了 是的 傳遞訊息都是用透過量子 Quantum Physics 我記得我讀心理治療的時候 不斷地在說 我們做心理治療 在說催眠治療 前身等等 這些東西都是在說量子物理學 而量子物理學 Quantum Physics 你覺得它很科學 是的 但是呢 量子物理學的原則就是 信念改變實相 去證實這件事 Exactly 我們舉個例子 近時呢 我媽媽很老 我成幾十歲 八十十歲 那兩隻小狗在家裡 就陪她一個大的 中型的Lazar Epsilon 一隻呢 就是 這些小狗 T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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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ry很頑皮的 八燕仔 出去了花園玩 玩雪 不知為什麼她喜歡玩雪 那那個 晚上那一刻呢 就開始 很快日落了 那媽媽 我媽媽就想 那隻小狗 Terry回到家裡 就在外面 那她怎麼叫都叫不到的 那她就吩咐那個大小的 Coffee 就是 Lazar Epsilon 你叫你小狗回家 我就回到家裡了 那九一聽到之後呢 就出聲走到外面雪地 在外面雪地呢 走到Terry的耳朵 講一些東西 不知講什麼東西 那時候兩隻 出聲就走回來 那我們覺得很神奇 為什麼呢 第一 那個觀念呢 是很深的 第一 就是這個 Yopso Carey 怎麼會聽到 這個大狗 那隻Coffee 叫牠回家裡 第二 Coffee怎麼知道 那個媽媽呢 那個老婆 分替她的東西 給她一個 command 第三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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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呢 她說 你叫弟弟回來 那 弟弟的觀念 是那個 Yopso Carey 那她不是 真的是brother 不是真的熟 是 同身的brother 是 一起住 那樣 她怎麼知道那個 弟弟是指這個 Yopso Carey 因為其實名字不重要 哦 原來 她的啦 現在呢 我聽完你們說 這不是語言的問題 是 很簡單 是一個觀念的問題 我講一件事 大家都知道什麼叫 一百隻猴子的故事 嗯 當去到第一百隻猴子的臨界點 之前 所有兩個 島的猴子 都懂得洗地瓜 嗯 大家 有沒有印象一百隻猴子的故事 你不如說一下吧 可能有些人不知道你說什麼 對 因為這隻猴子的故事 就是說 之前 其實在六七十年代左右 我不太記得 其實日本一些科學家 就在福島那裡 因為是一些島嶼來的 他們有做研究 發覺那些猴子 忽然有一天 有一隻猴子 懂得在海裡 用水洗乾淨的地瓜來吃 這麼厲害 這麼厲害 對 懂得這樣 其實這個已經很聰明的猴子 對吧 後來 因為其實幾個島嶼都鑽滿了猴子 但是那些猴子 沒有可能 香港去九龍坐船去 是呀 沒錯 可以的 但是我簡單化一點 後來很快趣 整個島的猴子 都仿效這個猴子 然後洗乾淨的東西才洗 嗯 但是去到第一百隻猴子的時候 剛剛第一百隻 對了 就發覺 對面那裡 那些猴子 也都開始這樣做 有識了 是的 誰教他們的呢 沒有人教他們 哦 就是這個 傳心術 那怎麼解釋呢 這個猴子 一百猴子的故事 是一個很出名的故事 大家可以上網 找到很多這樣的證據 是真事來的 那怎麼解釋是要一百種呢 即是可能去到一個集體意識的臨界點 夠力 去出去了 哦 這樣又 即是 如果不同的物種 可能是二百 可能是一百 可能是一百 可能那個訊息是什麼 需要多大的能量 那個集體意識要多強 所以它要累積到那個點 就好像有個炮 就放開 夠遠就去到那個島 哦 但應該是右面也行的 對 很難說的 你不知的 可能它是沒有時空的 是啊 是不是 它可能不只是對面倒的 其實可能去到 所有同品種的猴子 都可以收到這個訊息 都可以 哦 即是好像很多 他們會學習的 沒有教她的 是啊 沒有啊 最奇妙就是沒有教她 為什麼會洗乾淨一點 第一隻 為什麼會洗乾淨一點 凡是這個世界有東西有人創造 也都有動物去創造 那隻動物是第一次用 試一下這樣做 是啊 就是我們所有東西都是由需要創造出來的 嗯 那隻猴子會做這個動作 就是他覺得想做這件事 由思想建設 就是所有東西都是二連研究 它由一個想法 猴子也有想法 它想了這個想法 它是不是 庫茲傘是不是做了這個動作出來 就變成了第一隻猴子會洗 嗯 其實人類也是一樣的 我經常都說 所有東西都是由你的意念創造出來的 嗯 但是它要洗 它有沒有一個目的呢 是洗乾淨一點泥 洗乾淨一點沙 那你要問 要問他才知道 要問他才知道 要問他一個猴子 是 就是他 人人都有原因 一定有原因的 一定有原因的 所以其實這個也是一個很例子 動物傳心術 動物理學的東西 全部是板下層 嗯 因為它最奇妙就是 它在隔了海 去不到一個 沒有可能的 距離 就把那個意思 把那個意義 交到對面島 其實我用一個例子 應到所有人都容易理解 我們剛才說的好像很虛無 但是很簡單 我們現在用手提電話的訊息 都是越用的 不過它是有一個技術 就是叫做Mobile Transmitter 它就可以把這個訊息 透過大氣電波 可以散播出來 你可以跟聽聲音機一樣 聽到無線電話一樣 那這個是一個技術來的 其實人與人之間 動物與動物之間 它都有這個技術 是可以把那個訊息放大 然後傳遞到地球的每一個角落 或者需要這個訊息的一些生物 這個最早就是因為 現在廣播洞有兩條街 一條叫馬可利 一條叫法進達 一條叫法進達 一條意大利 一條英國人 它兩個人都說 自己發明無線電 它最早無線電的發明 就是覺得有一個sparking 有一個電光火石的爆炸 就能夠把這個爆炸 跟很遠的一個connection 同時爆炸 就是一個sparking 影響到那裡的一個sparking 那這兩個科學家 都是覺得這件事很奇妙 就是這麼有趣的 這裡會產生一些東西 對方隔了一個海隔了一個羊 隔了一個距離可以知道的 於是從那裡慢慢發展 到後來就成為了無線電 無線電就是這裡發了一些東西 在那邊收了一些東西 對 收到一些東西 對 收到 後來再 modify它 或者增長它的敏感度 變成一個無線電的發佈 即是換言之我們的DNA 是接收了一些頻率 即是說 物理上是通的 即是說 根本就是這樣 不是歸力戀神 一樣可以通的 即是我們在電台 電視台 所謂無線傳播 是用一些機器去放大 那個訊息去傳播 而我們人 動物其實是用集體意識來放大 是的 它收到我們的訊息 收到我們的訊息 可能就是因為我們 跟我們接近一點 是的 其實都是那個vibration 大家都是通的 即是為什麼植物 即是剛才說回花藥 為什麼植物可以調節我們的vibration 它都是這個能量牆來的 是的 那個花其實是在加拿大那裡 拿來經過日照放在洛基山脈的泉水 照過之後 那些能量的vibration 就落到水裡 它撈走一些花 現階來說是浸過花的水 這個就已經儲存了 當地的植物相對有的一些訊息在裡面 而這個訊息 你想一下 由加拿大 去到生產 去到入獎 去到你手上 給你的寵物 其實 一路就是儲存了這個能量 它會消失醬嗎 其實它有一個 expiry day 有 有 即是好像精油一樣 一個有期限的 那你其實能量都會損耗 對不對 會散的 會散的 那它大概可能兩年左右 散的 是的 那兩年左右就會減低了 減低 其實一路一路都會減 一年就會吃 當然 但當然是否過了期不吃得呢 它不是藥 也都是濃度 嚴格來說它是一瓶水 你喝了一瓶水 一個落基山脈的泉水 但它裡面有一些防腐的物料 以前從來都是用白蘭地的 是的 100年前都是貝谷花藥 即是Dr.Barclay 就是用白蘭地做這個防腐 因為它會壞的 就是水來的 它浸過植物肯定會變壞 它不能做到一個商業產品 由於這個產品又會出到日本 在日本這十幾二十年 就不可以用白蘭地 因為會當作打水 當作酒 當作酒 那怎麼辦呢 用另一個防腐 醫生研究到用醋 用醋都可以 醋也是防腐的 醋其實是滅壞的 金油也是 但是醋不好味 白蘭地也是 酒精敏感的 醋酸酸酸悲悲 所以這個德下大醫生是第一個醫生我認知的 用了一個新的穩定劑 就叫做金油 金油 金油是由有機椰子提煉的 金油是一個保濕劑 如果你想要保護患 它是甜甜的 還可以做炸品 是啊 寵物都會用金油 所以它就加了金油露去做穩定劑 所以你吃它的時候 它有一點點甜甜的 它就是用金油 和浸過植物的水 正在說那種食物 它通常是一個混合 可能有五至十多隻 這些就是醫生配方 醫生配方 那些材料就不是隨便收拾下去 是的 就是醫生配方 醫生對這件事有研究 他們知道西家上有件事叫 hypto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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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說1加1等於2 1加1等於7 那它特別有這麼多隻花 可能在植物的世界裏面 多不同的植物 用在一起 它的power就很高 這個就是中藥煲藥 那為什麼這麼多藥煲藥會有一個效果呢 是的 很多人都不明白為什麼藥煲藥會有效果 原來它是植蟲巧英的東西 是的 這個和這個加起來 不是1 不是2 是7 是8 那我作為一個用家 那我有動物全身 那我常常都吃火藥的 那感覺是怎樣的呢 滴下去的時候是甜的 嗯 因為其實我是學能量的人 我學能量方面會比較敏感 所以用能量敏感呢 就是能量多少 高低品質好還是不好 能量阻塞或者是暢通 或者是萎縮 那其實我是地訓練到有這些感覺的人 我明白 是的 好了 其實以我和動物 我也都問回我動物吃完之後有什麼感覺 動物全身術 是的 動物全身術來訪問回 究竟吃完之後有沒有效果 還是怎樣 他有沒有感覺 因為那隻走了那隻 不是說有憂鬱嗎 那隻動物呢 其實他給我的訊息就是 他吃完之後覺得轉 能量在轉 能量轉 不是轉 是的 不是暈那些轉 但是呢 正心的時候 就覺得自己好像有些東西給東西 轉 這樣的感覺 當然啦 大部份的人 是不會有什麼感覺 因為我們是被訓練的人 我們就會覺得是這樣 是的 譬如說玩開能量療癒 或者怎樣的療癒者 可能會感覺到有一些分別 好啊 還有吃完之後呢 是放鬆了 是 是 容易好訓練 其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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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公司叫做DK Aromatherapy 我們有網子 Aroma.com.hk Aroma就是香味 Aroma Aroma 自己人都吃嗎 自己 我們有一個人 一個花藥 好訓練啊 人都吃 這個叫做Fascination 哇 這個呢 就是傾城花藥 你聽到你傾過傾城嗎 女人吃的吧 有女人有男人的 這個叫Fascination 就是令你鼻力大側 人愛車見車載 這麼厲害 當然我們做節目那些 當然要多些人喜歡我們 我當然有 我們當然是 全家人 人久都有的 因為其實呢 這個是說人緣的 不是說認識男生 認識女生 這麼簡單的 明白明白明白 人緣 一代人好 或者那些人會喜歡你 也有些個案 就是那個人 被公司炒了 給了一封信 明白明白 然後 就竟然收回一封信 OK 好了 那現在呢 講一下你的Kitty 是嗎 Kitty的故事 給大家聽一下 好了 這個都很成懷 那天中秋節在你家裡聽 是的 因為呢 其實Kitty是一隻好 我第一隻狗 是為了牠 我學過物傳心素 哦 是什麼狗 是什麼狗 蟲鼠 蟲鼠 是蟲鼠 他也是小小的 但是他呢 就是一個很喜歡表現自己的性格 譬如拍照 他會喜歡擺姿勢 是嗎 是嗎 他喜歡穿漂亮的衣服 喜歡沒有 而是很特別的衣服 是的 喜歡漂亮 喜歡漂亮 一味漂亮就可以了 所以呢 既然她這麼喜歡 我就帶她去比賽 一直開始 就認識了很多傳媒 很多禮物 贊助 但是 因為Kitty 差不多20歲才離開 他到臨死那幾年 都是拿著冠軍 我見過一隻狗 是的 都是很特別 很特別的一隻狗 那其實 有沒有這麼結婚 沒有 牠單身主義 是啊 我還問你拿一隻 牠的兒女養一下 牠單身主義的 那其實牠就 會是 很喜歡出風頭 是的 我知道你講過 很漂亮的衣服 因為我是要訂造那些衣服給他 是的 我找designer畫款自己做 是的 自己設計的 畫狗衣服 粉紅色的皮褲 Harley Davidson 是嗎 這麼厲害 然後呢 就戴太陽眼鏡 是呀 親色的帽 還有一些 那時候幾年很流行的 是呀 是呀 狗也有 狗也有 是 扮狗 是 那不就要找個老教授 是呀 我很傷心 因為第一隻狗 一定是最疼的那個 是啊 當然 我的情緒已經很差 知道牠二十歲是要走的 是呀 病病 不是呀 因為坦白說 保持著牠都沒有用二十歲的 是呀 很長命的了 是不是 那 是不是成七了 是啊 九是成七 啊 九是成七 差不多七至十四是十 一八四是十 從小到大都不好 因為這樣沒有傷胸體醫生 沒有的 沒有的 老子忽然間 肌肉不須退死 那隻 嗯 就是關燈了 關燈走 是呀 好了 那當然很傷心 那事隔 因為我自己動物傳心師 很多朋友問我 喂 那你有沒有找到這隻狗 其實我是很忍心的 我不去想 不去講 這件事 我不想用我的辦法去找出來 嗯 因為我知道所有離世的動物 動物傳心是有限制的 牠不是什麼都可以談的 嗯 有些情況之下 你不是牠主人 我不會做 你不夠一歲 未成年 我不會做 哦 因為其實狗 成年的動物 才知道哪裏是廁所 雖然牠已經不會潛式門牌 但是這些牠們不夠生活經驗 嗯 牠不懂得表達 牠只是一個動物 生物而已 牠只是在學著 四周圍有什麼東西 在一歲之前 嗯 就是七歲 對 總之動物一定要成年才能做到 好了 但是Kitty 如果我去找牠 我一定會不捨得 嗯 牠的靈魂一定會留下 因為我很不捨得傷心 我不想讓牠覺得是這樣的 嗯 那 最後我又找人去超渡牠 我用一些宗教的形式 超渡了 牠的狗一定不信教 你做了主人會信教 沒有 是啊 Anyway 試一下吧 什麼都試一下 對 沒有走到 我後來才知道 然後兩年多之後 我忽然間心血內潮 我想養一隻狗 嗯 我想養一隻 養一隻Kitty的狗 嗯 一層村狗 我四位找 一層村狗有很多款 是啊 我找回Kitty的款 我根本沒有可能再找到 嗯 因為已經在沒有衣服那些 嗯 那類的 那類的 嗯 那 那 我告訴身邊的朋友知道 其實 Joyce好豪 牠知道我心想找 牠找一隻漂亮的狗給我 因為我要乖的 又要陪得上床玩的 嗯 又要不要經常肥的 對嗎 追著我 這些狗 不差的 我又要不要這麼養衰的 對 不要這麼養衰的 對 很美女的 然後牠很好 其實牠自己也有些小狗 那牠給我 這隻合不合 給牠上你的底線 是啊 我從來沒有想過 我會養藥室爹里 因為藥室爹里 要牠漂亮 必須每天梳毛 是啊 因為很容易打裂 打裂皮膚健康不好 好了 牠會賣牙的 你小心過 是啊 小狗通常牠不好 小狗都牠不好 牠牙不好 是啊 而且呢 我說過 本來我四維同賓朋友 我這輩子都不會再養嬰兒 因為嬰兒很麻煩 對呀 要重新再教 第二 我不喜歡黑色的狗 那所以 就好像別人教老公 我不要那個 終於就是這樣 終於就來了 真的就是這樣 有緣分就來了 是啊 其實我一看到 我的感覺 我的心是這樣跳 這是狗嗎 那照片 這是狗的照片 你見到真人嗎 沒見到 因為我家裡有儀器 檢查究竟我的感應是對不對 我有儀器去檢查 我告訴你 Kitty 這段時間很久 內內地都沒有回來 那我計算日子這麼遲 現在又有一隻狗 那 後來我要了 好了 還在那邊等 愛了這隻狗 就愛了牠 我只看照片 因為我這輩子 找狗 我不會靠一張照片 就找的 所以我看到這張照片 好了 大家覺得對 就要 好了 到我去確認的時候 那牠一定要給針卡我的 是啊 但是剛好那時候 在我家裡撿屋 要搬 在我家裡狗獸 要搬去站住 那我就 當然會找回Kitty 那些 Kitty走了 那些針卡 那些病歷那些 當我整理這些東西之際 我就 我想起 咦? 為什麼牠的生日日期這麼熟 咦? 因為針卡是有生日日期 是啊 當我收到針卡 之後這麼熟 然後我就 找 就對回Kitty 那天是同月同日生 這麼奇妙? 好了 然後 365日份之一 是啊 緣分之一 那 然後 那個 湯姨姨 湯姨姨 就說 我養了十幾年狗 我都沒有試過一隻這麼難搞的狗 因為其實我去探完牠之後 一切正常的 我探牠之前 因為我第一次見牠 之前 牠一樣吃一樣的東西 但我探完牠之後 牠就開始不吃 嬰兒狗不吃很危險 是啊 很大 很小 所以其實 那個 湯姨那個 就很擔心 怕我湯不吃 就是我理解的這件事 還有呢 其實牠有一些 生活的小 例如說 牠很自得其樂 牠很 對著自己堆玩具 就已經可以自己玩很久 而且牠又不太吵 這些全部都是 我第一隻狗 Kitty小時候的情況 都情況 變相一樣 牠有沒有兄弟的 牠有一個姐姐 有一個姐姐 有一個姐姐 牠跟牠 不跟牠玩的 不跟牠玩的 我猜得玩的 是啊 就是牠跟牠玩的 是呀 是牠跟牠玩的 但是 牠覺得很難搞的 那後來我就 既然我心裡覺得 好像有些像像Kitty 我就儘管用以前 照著Kitty的方法 來照著牠 終於所有東西都是相配的 吃東西已經是清了 吃到的 嗯 是因為 因為 因為 Kitty 從小到大 都是半十糧 爸爸煮菜 牠有吃人的菜 一來到 吃狗糧的菜 我真的煮給牠 不是吃狗糧 就是吃狗糧 只是煮給牠吃 是啊 牠有一點點菜 在麵裡 有吃雞蛋 有吃羊架 有吃三文魚 這麼多人 這麼正啊 是呀 Rose Mary的羊架 是啊 不過 把所有的油 用水煮 大家千萬不要用人的調味料 是啊 是呀 不行的 是呀 不行的 鹹的有些有生肌 完全不可以加鹽的 有少少少生果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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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鹹太甜都不可以 那牠怎麼吸收這個酸鹽 很多食物的其實都有 他們夠的了 因為體積勢 是啊 其實 有時候會有生果吃 生果有不可以 有的 要吃些纖維糊菜 是呀 我呢 我就聽在加拿大的時候 就說 狗是不能夠吃生果的 但是我一隻咖啡呢 做了一隻咖啡 就是 那隻 那隻 很喜歡吃葡萄紙的 又說狗不能夠吃葡萄紙的 那隻咖啡本身 是有少少咖啡 還有呢 它有些 毒素 令那些興奮 但是人呢 吸收呢 就會興奮 就好過這個動物 動物吸收了少少興奮 即是 太多了 真的 瘋了 還有產生毒素 千萬不要 好了 那再說 其實回到來 我們一向都是半鮮吃的 我們叫做鮮吃 自己煮的 半鮮吃 一半鮮吃 它馬上全部吃完 唉唷 還有就算那個 炒它那個 煮小糊給它 吃兩餐就不吃 因為我們的半鮮吃 是每一天都不同的 哦 你的鎚呢 超級服務的 你的鎚呢 就真是給心機炒它了 行不行啊 我的鎚呀 人又可以 狗又可以 真是好東西 真的 因為呢 要有心機 狠送 是啊 不是那麼容易 我 那些狗全部呢 是吃乾糧的 是啊 就搶生果 生果 一定要有一點點纖維 哦 那其實 所有東西都跟Kitty很符合 哦 因為呢 Kitty很喜歡扮靚 她又喜歡 她也喜歡 你看她 我喜歡 她一說靚呢 就開心了 是啊 是啊 還有呢 她是會很定 給你時間 跟她梳頭的 是啊 我那隻 另外呢 第三隻狗呢 就是 Coffee Tea 和叫阿華田 那兩隻是兒子 第三隻是妹妹 那這個妹妹呢 很喜歡靚 給那些grooming 給狗grooming 但是那些狗 通常呢 不太喜歡grooming 因為要綁著牠 吹毛啊 又跟它剪毛 梳毛 不喜歡 那一隻狗 那一隻狗 可以站在這裏 整個小時 那這隻狗呢 很喜歡靚 牠知道扮靚呢 這個我現在知道 就是一個全心術來的 嗯 就告訴牠 現在跟你扮靚 你乖乖的 就站在那裏 慢慢跟你梳 是啊 所以說完呢 又跟牠噴一些香 香味 香味 又帶一條頸筋 這個也有的 哇 開心的啊 這個也有花藥的香味 吃花藥 回來 回到家之後呢 一說很漂亮 只會聽很漂亮 是啊 開心了 這個呢 還有一件事 很神奇 因為Kitty死了 那牠把牠很多東西 要扔了 都沒用的 又要搬屋 我扔了很多 Kitty從小到大 最喜歡的兩件事 靚衣 是 錢 錢你喜歡嗎 還有 Hello Kitty Hello Kitty 最喜歡這三件事 是嗎 是 你喜歡硬幣 你喜歡紙幣 紙幣 哇 你看牠已經頂了 牠知道紅色那些 和金色那些 哎呀 是啊 我幫牠坐 這麼喜歡錢的 是啊 硬幣那些小時候會和你玩兩下 是啊 牠不喜歡的 總之就是所有紅色那些 和金色那些 是牠的 真的怪 這隻狗也會喜歡 因為這些是不能騙的 是啊 不能騙的 是啊 這隻狗呢 我發現有一天 我 我整理我的錢包 嗯 然後呢 通常那些狗不會理我 自己做自己的事 但是呢 當我拿 紙幣出來的時候呢 他立刻 丟下 在很遠的地方 丟下自己的玩具 看著我 一秒 牠自己喜歡 然後走過來 然後想拿我的紙幣 那你 怎麼會有狗會喜歡錢 這是不能夠開眼的 牠是喜歡跟那個 牠是 牠知道主人喜歡 牠的性格就是 跟Kitty差不多 很接近 那我們有沒有問過 究竟牠是不是Kitty的轉世 其實前世今生這些事情 到今天都沒有一個很科學的 是 只是用方法去證明 我不敢說 但是 我本人是相信的 嗯 這樣 所以變成 喜歡錢 還有所有Kitty 都很緊張 哦 我丟了很多Kitty公仔 就知道我要上網 返回 用很貴的價錢 返回那些絕版的東西 哦 絕版的東西 那時候我當牠是垃圾 丟了 丟了 是的 現在牠的玩具裡面 就是很多Kitty 很多Kitty 很多Kitty 賣賣 那些東西 是的 這樣 之後牠就很乖 我證明牠真的很乖 這隻狗 只有四個月 那帶牠出去吃東西 就放在一個袋子裡 好像一個手袋那樣 還有呢 牠的頭出來 聲音都不聲 我一直都沒有喊過 一直都不知道牠的存在 還有一件事情 牠去到一些陌生的地方 譬如說 來我家裡 來我家裡一個月而已 來我家裡 或者我搬屋的時候 牠是完全沒有探索期 沒有陌生的 沒有的 牠第一天來到我家裡 牠完全知道哪裏是廁所 哪裏是睡覺的地方 因為那些是全部Kitty以前去的 陌生的地方 牠有記憶 牠完全沒有陌生感 還有不需要跟我家裡那些動物 去有個磨合期 沒有 一來就認識了 那為什麼會知道 那是不是很奇怪 我就解釋不了 那大家去想 是啊 那奇怪 牠為什麼會知道哪裏是廁所 哪裏是什麼 牠真的不需要我教 難道牠有前面的記憶在那裡嗎 有的 其實有的 有的 有的 有的嗎 我相信有的 有的 有的東西叫做細胞記憶 所有生物都有 但是這個細胞記憶 新的新的新的那些 就覺得是前世今生 是一個靈魂來的 就是相同的靈魂 會載著之前的東西 嗯 現在再下來 有些學說是這樣說的 但是 太多巧合變成 不是巧合 是啊 中國那些民間宗教 或者道教 就說 一個人不在 他就經過一段路 其中呢 有一個 去到呢 就是一個麻婆 就 做了一碗湯 他喝了麻婆湯 那你忘記了它 那你呢 就將前世的東西 全部都忘記了 這個呢 這個 中國的民間 中大陸民間 孟婆橋 是 孟婆橋 喝孟婆湯 有機會呢 我會講講我自己的親身經歷 我去到冥界的時候 去過嗎 因為其實呢 我們經常去 我們學 我在神秘學院讀書的時候 第一課就是 靈魂出竅 去學這件事 是跟鬼佬的靈魂出竅 還是唐人 我們沒有宗教的 即是沒有宗教背景之下 做靈魂出竅 西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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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的源頭是猶太教 就是慢慢轉化變成基督教 終於是一個過程 這個讓我們慢慢做 佛教也不同 佛教的魂魄也不同 為什麼呢? 我的親身經歷 我是不會很輕易相信的人 我自己靈魂昌是要見到的靈界 是分開宗教區 非宗教區 動物有動物的 整個過程會怎樣有機會 這個要講講了 今天也差不多先看看 再講幾分鐘也未夠一個小時 因為實在太多個案件 做了十幾年 有時候有些動物走了之後 其實它會去了哪裡 是的 人的靈魂 那個宗教和文化都有不同的方法 是的 因為我和很多離世的動物商量 其實大部份都可以放心 它們會只是逗留於自己最快樂的地方 那有沒有輪迴呢? 譬如說佛教說 即是你的今世就做了一輩子 那一輩子做了一輩子 你呢就不知道有多少年福呢? 還有好事呢? 你就做人 是的 這些是宗教的遊戲規則 是的 所以這個由最早 這個婆羅門教 開始到佛教 都是講輪迴的 那有沒有 在我的學習裏面 有很多不同的學說 希望大家開放的心去聽 其實是沒有輪迴的 沒有的 其實為什麼一些人說會覺得是輪迴 是因為有些靈魂 它是投射了到你身上 然後你一輩子 然後去學習 紀錄你這一輩子做的所有事 明白 然後到他投胎的時候 就拿了別人的記憶 就以為是自己的 有些學說會這樣說 他今世是做狗 因為職德 做了好狗 就已經很接近了 這個狗已經做人 差不多是人 只差一點點 那就最後一次做人了 這個是宗教的學說 沒有宗教的學說 就是說這個人 其實他是有自由意願 他想回來 可以 他想去第二個界別 可以 因為在靈界 如果是靈界 和現實界 現在我們這叫現實界 是100%的話 靈界可以玩的地方 是99% 99% 你有什麼理由 放棄這99個森林 回來 你猜來現實界容易 我們做人多辛苦 誰願意大學畢業之後 要再自己重讀 OK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 整個鐘頭說了 今天說到這麼多 我們 有機會我們再到 你去新加坡了嗎 明天有新加坡 等你回來 我們再回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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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优优 一